我非常荣幸可以就任刑警长官 但是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为香港多做事 能为香港多办事 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所以在上任到现在 虽然工作真的很忙 但是动力越来越大 2022年7月1号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监视下 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日前李家超在接收中心社专访时坦言 工作忙动力大 是自己履行一月以来的切身感受 在他看来 住房供应内外通关 青年发展等问题 都事关香港社会的民生发展 使香港市民关心的痛点 急待解决 谈及困扰香港社会多年的房屋问题 李家超表示 已设立供应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 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 以其全面提速 提效和提量 压缩土地开发 房屋供应方面的程序 增加供应量 所以我提出的有一个叫提前上流的计划 我们在土地供应呢 长远来讲 十年来讲呢 当然是供应应该是足够的 我就是希望呢 把所有这个供应呢 提前从提出提量提效 这个基础下呢 我更希望呢 把所有的这个 不必要的一个程序 压缩起来 所以在房屋方面 我已经成立两个工作组 我们上任一百天 都有交初步的一个建议书 两个组都是由司长级的官员去领导 所以都是全方位 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疫情之下 通关一直是名声关切 对此李家超表示 当前香港疫情有上升趋势 考虑到内地防疫压力大 目前与内地通关一步到位 较为困难 未来一段时间 特区政府将以减少两地居民 往来的不变因素为第一目标 我已经要求了 要更精准的方法去管控疫情 第二呢就是 从精准的去分别高风险 而低风险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 让不是高风险的人 他都可以尽快 而且有一些容许的活动 让社会呢也尽快回复 我们正常的生活 这也是重要的 所以第一步可能就要减少一些不方便的 为第一个目标 之后呢就慢慢从过程中啊 我们再前进前进前进 那么最后达到了比较正常的一个往来 青年是城市和国家的未来 青年星则香港星 李家超表示 特区政府管制团队将制定整体的青年政策和青年发展蓝图 助力青年人的学业 就业 创业 制业等阶段 帮助青年向上流动 第一 他在就学方面 我们要尽量给他多机会 在他的就业方面 我们要尽量帮助他们 在创业方面 当然我们要开拓空间 当然在技业方面 我们也要给他这个 拉入我们土地房屋供应方面 我已经要求 要做一个青年的政策 和青年发展蓝图 那么也让青年自己强化自己的能力 有一个正面的价值观 符合我们的需要 有国局序业 有国家观念 也有一个家国的情怀 从住房到通关 从青年到就业 诸多问题的解决 离不开治港者的同心协力 李家超认为 要释放爱国者治港的价值 就需要在行政与立法的沟通与配合中 摸索新方法 半月前 由他提议的前厅交流会首次会议上 刚履新的李家超 青帅三位司长与三位副司长 与立法会议员见面交流 他指出 这一交流有助于推动 香港的行政立法关系走上新台阶 我们怎么把爱国者治港这套全把好 也是更重要的 我就觉得第一要杰出 第二有谈话沟通 让他们理解我是什么人 我也认识他 所以我们谈问题的时候 就更好了 沟通 之后是开了一个门 从零到一 从一到十 十到一百 当然过中了 不同的司长 局长 以及立法会议员 都要找出一个方法 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理念 需要治港者的广泛认可 更需要来自社会各界 和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上任行政长官第一天 李家超就开通了个人微博 此后更是在个人账号 频频更新工作生活动态 受到海内外网友的关注 我希望多用这个社交媒体 让老百姓也知道 我们政府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会集结跟广泛的老百姓 大家沟通 而且我也收到一些信息 香港跟内地一些关系 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开通微博 我是从中也学习了很多东西 2022年5月8号 李家超高票当选 香港特区第六任 行政长官人选 成为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 首场行政长官选举中 产生的香港新特首 同位香港开心片 是他的参选政纲和清选口号 亦是他未来五年的施政方向 于他而言 这其中的同字意义非凡 同当然就是谈到我们的团队有团结 但是我说的同 还有一个更大的概念 就是整个社会 我希望政府可以凝聚社会的力量 各界的力量 大家共同努力 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能力的凝聚一起来 那么一加一就可以比二大 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把香港建成一个更美好的明天